附近開了一間新的家電公司 你們知道嗎? 知道, 我也收到他們的傳單 反正還有時間 不如去看看才去超市 一億這樣說呢 很多電器 光是看, 都看得頭暈倒了 最近的家電用品 真的多到眼都花了 真是很大部份 實在是我家的飯桌 是啊, 真的有整張飯桌這麼大 用這麼大部電視來看韓劇 一定會很感人的 話說回來 這麼大部電視買回家放在哪裡? 給你口氣 好像遲些會改做數碼電視 對呀, 現在看的電視 到時是否不能用呢? 我也不清楚, 好像就是了 我想只要努力點, 應該還可以看到的 要努力點, 要電視機努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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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我想這應該不是努力的問題吧 對呀, 加油, 加油, 加油 又是呀 擁有一台這麼大的雪櫃 是所有主父的夢想來的 搞得沒錯 如果家裡有這麼大的雪櫃 這些東西放進去呢 這些東西放進去 急凍的薄餅也可以放進去 小櫃還有很多位置 花太太, 你幹甚麼? 只想而已, 已經累死了 最後也變成這樣 這部吸塵機這麼小 好像玩具一樣 很多都是這樣的樣子 最近吸塵機的花款 真的很多 這麼小一部是不是吸得乾淨的? 又不覺得它吸力很強 但是價錢這麼厲害 是這部吸塵機的三倍 那吸力也應該強三倍吧 為什麼有顆螺絲在這裡 你看 吸了進去裡面 是不是很重要的? 這層我也不知道 究竟怎樣才能打開它 我也不知道 我家裡的那部按上面的按鈕 上面也沒有按鈕在這裡 今天真是運氣 這麼多按鈕 看來好像很麻煩 不過最近好像很流行這種模特兒 是嗎? 我記得以前看美國連續劇的時候 也看過她 是呀, 我也記得 放在廚房那裡 最初我也看不明白 不知道是什麼 是呀, 你覺得它好像一部洗碗機 是呀, 真的很像 知道它是洗衣機之後 我真的嚇了一跳 你笑什麼 你們知道嗎 我知道它是洗衣機的時候 想到什麼 什麼 我想如果走進機裡 然後轉轉, 不知道會怎麼樣 小朋友, 請你不要學 不要這樣做 很壞 你以為我傻嗎 我怎麼會這樣做 這樣搖化真的會瘦一點嗎 聽說效果不錯 那錯, 你們想起什麼 你這麼說, 我又想起你的東西 想起什麼 很久以前, 畫法公司的頂樓 不是有些玩具熊貓錯的嗎 好像反路頑童一樣 真是很好玩 真是 這按摩也很舒服 榴槤又打真的很舒服 說得沒錯 水刀太太, 試一下按腳 效果不錯 真的嗎 真的嗎 那我也要試一下 先打開按腳的按鈕 真的很舒服 真的這麼舒服 好像不夠力 這部機器怎麼突然這麼大力 覺得有點痛, 還是先按小力一點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呢 一定會再小力一點才行 我按錯了加強聲 早上開始有點感覺 好舒服 快點免花大力一點 怎麼這麼大力 要弄小一點才行 震得太厲害, 我按錯了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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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睡白飯 rove dog 怎麼了 我不行了 就破了你了 你們別玩了 再玩了 快點走 我們趕不及去超市 行, 時段 行, 時段 我們快點去超市買今晚的菜 差點忘了, 我們沒時間在這裡玩這些東西 這樣的, 其實我們不是有心跑來玩的 我們剛好經過而已 對不起 我們第一格 真是很驚險, 差點遲到了 現在早上這麼冷, 真是不想被鬥走出來 是吉江, 他怎麼戴著帽子 阿金, 好主動 早安, 吉江 早安, 花大禁 吉江, 你怎麼戴著帽子 我戴帽子?這樣也挺有型 不是吧?這樣也叫有型 其實這樣就是昨晚我頭流了很多血 昨晚我頭不小心撞到一個跪筒 結果就這樣了 原來是這樣嗎? 對不起 沒事 大家一定要好好記住 我再多讀一次, 是 幸別鳥驚心 這句詩很有名 一定要認識 如果你不認識, 也就是說 吉江, 你怎麼戴著帽子上我的課 快點脫掉它 是, 知道 是這樣的, 老師 吉江所以戴著帽子 其實因為他昨晚頭受了傷 原來是這樣 戴帽子是為了保護頭 很對不起 不過其實他的傷勢不是很重 也不算很嚴重 也要用帽子來保護頭 原來是這樣 是呀, 昨晚他不小心頭 撞到貴筒裡 撞到貴筒裡 撞到貴筒裡, 是這樣我明白了 但為甚麼花同學 你又會這麼清楚整件事 是呀, 你又不是我老婆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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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真的很遠 不過話說回來 又難怪大家都覺得奇怪 又不關你事, 你要怎麼解釋 是不是 那個吉江還蠻到落井下石 不過這些就是阿金你的作風 是嗎 當然了 就算是其他人的事 阿金你都會很主動幫忙發言的 你說是不是 我想起了, 之前做兼職也試過 好, 可以開工了 花同學, 今天這麼早 店長早安 認真老弟呢 我今早都沒見過他 是呀, 那就麻煩了 現在都這麼晚了 我明明跟他說了 今天人手不多 叫他早點回來 真麻煩 我知道了 今早天氣不是冷了很多 我想他一定是太冷 所以不願意起床 或許是呀, 但怎麼可以這樣 對了, 他不是來自溫月的地區 他可能怕冷, 遲早起床 對不起, 我遲早回來 我爸爸病了在醫院 今早他的情況不太好 好, 我就去看看他 所以遲了 我遲到, 很對不起 沒有問題 今天我遲了回來 請點了你扣我的薪金 沒所謂, 不用介意 對了, 現在你爸爸他怎麼樣 是, 多謝關心 他好了很多了 麻煩你, 很對不起 小心 原來是這樣 不過他不是睡過了嗎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了 想得太多了 阿金是你才會睡過了 這也是 不過我當時只是想著 快點找個好理由 幫他解釋一下 阿金, 你每次見到人家有事 就會主動想要幫人家 但是到你自己有事的時候 就完全不行了 那是嗎 當然了, 上次那件事就是這樣 上次哪件事 小子, 那我先走了 我現在回去上課了 上次小子突然覺得有點不舒服 你是不是陪他去保健室的 對不起 然後就遲了五分鐘才回來 這麼遲, 阿花同學 你是不是跑去睡覺了 不…對不起 如果那時候 你告訴老師 你是陪小子去保健室 那就沒事了 但是你偏偏沒有說 因為那時候是上課 我覺得說出來很麻煩 所以就想不說算了 你就是這樣了 阿金你自己遇到麻煩的時候 就只是想著算了 是…好像也是 那些薯膏真的很好吃 香姐跟草莓的味道真的挺合的 掉下桌了 對了, 姐姐 你下次再買給我吃 沒問題 阿金 甚麼? 你看看, 掉了東西在桌上 要立刻抹的 否則遲了就抹不掉了 我掉了嗎? 你不會主動一點嗎? 甚麼都要人提 拿著它, 快拿去扔掉它 其實這些雪糕漬都不是我弄掉的 哪個弄掉都好 現在只有你坐在那裡 看到有一塊雪糕漬在那裡 就應該馬上拿一副抹掉它 還在那裡放嘴放蟾 為甚麼最後道歉的人要是我 應該是花太太道歉就對了 看來以後要到這種情形 我都要說清楚才行 你做甚麼?花大金 你這樣也算是打掃嗎? 你打掃得這麼麻煩, 哪有得 走開 我今天一定要說清楚 聽著, 吉剛 我只是看見地上有垃圾 撿起它扔著鍋 你憑甚麼這樣教訓我 還好像是我不對 花大金 不過今天是輪到你做夕日生 不負責打掃頒房的 你們要做好它 今天我做夕日生嗎? 當然是你了 你還大大聲 我只是幫忙撿垃圾 虧你還說得出口 不是呀, 其實你誤會了 對了, 你們在談甚麼? 沒有, 我在教訓花大金打掃媽夫 都是我這種喜歡乾淨的人好一點 你說是不是呀, 眼窩 是呀 到你了 我已經做了前半節 後半節就交給你搞定它 你努力吧, 花大金 等等 她真的無藥可救 女生人家這麼骯髒 可惡呀, 死吉剛 我一定要補這個手 我一定要補這個手 我讓你來啦 你覺得這麼快 我都完成了 夠大跟我鬥說, 甘口令 甘口令 豐富遊加燈半多滴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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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 阿吉, 你站在這裡幹甚麼 是你 在等女生了, 難道你開始約會嗎 你不要亂說 別騙我了, 剛才你的樣子都入神了 我只是在想 我記得我以前好像在這裡住過 你又在這裡住過嗎 很久以前的事了 花大的迪回憶 阿聰, 阿聰 阿聰, 跟我玩 阿吉, 原來是你 玩笨怪獸 我記得我小時候 經常跟住在附近的阿聰一起玩 每次玩笨怪獸 我們都爭著做怪獸 每次玩笨怪獸 然後, 阿聯, 阿聰 阿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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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聰 你真的爭 我贏了, 阿聰, 你真爭 阿聰, 你真爭 阿聰, 你真爭 我告訴你, 我們棟樓的人 打算遲些藥物一起去上花 不如阿吉你也跟我們一起去吧 我不是住在你的棟樓 我帶你去就行了 這個星期日就是了 星期日…不行了 你去不了嗎? 你有工作嗎? 是很重要的事 是呀, 那沒辦法了 再見… 剛好星期日就是我們家裡搬屋的日子 搬屋了…我們搬屋了 小心, 阿甘, 別弄壞紙盒 阿甘, 這個箱子媽媽可不可以留給我找 媽媽可能有用的, 阿吉不是真的嗎 媽媽, 你這麼久還沒收拾好嗎 就可以了 阿吉, 你有沒有跟阿聰說 我們快要搬了 那你不是說阿吉會告訴他嗎 你記得要在酒之前跟他說再見嗎 還要記著多謝他 經常都陪你玩才行 是阿吉嗎 阿聰, 其實… 阿聰, 我剛剛放了小鳥出來 你進來再說吧 快點…進來吧 他正在飛過來 小鳥乖, 快點飛過來我那邊吧 快點… 快點… 你快點脫蟹進來吧 快點脫蟹進來吧 你看 只要這樣開, 它就會自己飛過來 你看 阿聰… 阿吉, 你不想試試嗎 不用了 阿吉, 你為什麼不喜歡小鳥 牠很可愛 厲害 射牠 你剛才還沒跟阿聰說嗎 阿吉, 搬家那天很忙 你沒時間跟阿聰說再見 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嗎 你要有交代才行 真的要搬?是不是真的要搬? 弟弟, 你在說什麼? 早就說要搬了 阿金, 你幫我拿一些舊報紙過來 是 你很不想搬嗎? 你很喜歡這裡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新屋一定要裝修得漂亮 在這裡才行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 要吃飯了 快點把小鳥放進去吧 聽到嗎? 是 突然想起了 阿仔說話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阿吉他們一家人就快搬了 他今天不是過來跟你玩嗎? 甚麼時候回來 是傻子 叫得搬家就說不會再回來 糟糕 我們這一家最早起源 車站便當 我回來了 老公, 你回來了 這是特產 太好了 是車站便當 我要吃燒賣便當 我要窩飯便當 來…我們先喝杯茶 我不客氣了 我不客氣了 車站便當最早起源 其實只有飯糰和蘿蔔乾 你們知不知道嗎 只有飯糰和蘿蔔乾? 沒錯 最早出現的車站便當 只是一些加了酸梅乾的飯和蘿蔔乾 明知十八年 即是上野道宇都宮火車通車的時候 其中宇都宮有一間旅館的老闆 用粥鹽包住了兩粒酸梅乾的飯器 和蘿蔔乾 接著就把這些飯糰拿到車站那裡賣 這就是最早出現的車站便當烤飯 原來如此 八老爺, 你真是很有學識 畫上有寫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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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啊 阿根, 進來 這個賣鐵戰士, 你拿了來嗎 阿聰, 我想… 阿根, 你們是不是要搬了 那你們什麼時候搬呢 明天 明天? 是啊, 我沒有跟你說對不起 平時阿聰, 你經常陪我玩 真的很感謝你 是, 媽媽叫我感謝你 鐵戰士給你 謝謝 阿根, 你過來 快點跟我過來 過來先 你先幫我拿著 站在這裡 這次是我們最後一次玩 你幹什麼 五分鐘後 對不起, 阿根 我還是說我不出了 謝謝你 好, 我們再見 再見 再見 電話響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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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 阿根, 再見了 阿根, 你也記得要保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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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 你也記得要保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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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 你也記得要保重 這個雪櫃就齊了 對了, 花先生 麻煩你檢查一下行李 阿根, 看清楚有沒有偷偷東西 睡著了 阿根呢 齊齊齊齊了沒有 齊齊齊 好 走吧 是 我們搬家了 今天真是很大風 看看那些櫻花 把花板吹下來 爸爸快點走吧 那家搬家火車開了 回來我們都住在這裡很久了 老公 老公, 我們好像不是走這邊的 我想繞一繞路 很漂亮, 天花好像下雪一樣 阿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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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聰, 其實那個笑位在哪裡 你在說什麼 我根本就不是在這裡說笑話 怎麼也有些笑位可以笑一下吧 讓我想想 如果有人看著你, 你就會看不出 隨便吧 誰看誰 算了, 沒事了 喂喂喂, 等等啊阿根 一會兒之後 還有好東西看 歡迎大家收看 花家炮人教材 今天的廚師是 就是她 美女廚神花師奶 今天, 我美女廚神花師奶 想把大家很喜歡吃的年糕 還有一個簡單又好吃的創意美食 讓大家看看, 名字叫做 咖喱年糕 好, 材料是四人份量 請預先準備好以下的材料 首先, 把半條紅蘿蔔 和四分一條的牛榜切開 把絲枝糕切細 再把蔥大約切一厘米左右 然後準備一鍋水 把炒好的材料放進去 用中火煮一會兒 等到食材煮軟之後 再加入南麵醬 如果這個時候, 把蓮膏加進去 就會很普通 既然是這樣, 咖喱年糕 我們先加入兩茶匙的咖喱粉 好好攪拌均勻 咖喱粉是可以把本身淡口的年糕 變成濃密的食物 然後再加上年糕 等年糕熟了之後, 就轉為大火 滾了之後就可以關火了 最後, 我們加一點開氣的生粉水 慢慢攪拌一下, 湯汁變稠之後 就完成了 就是這樣, 我們不客氣了 這湯汁很好吃 我是第一次吃年糕 原來這麼大牙的, 真的很好吃 只要加入了咖喱粉 普通的年糕就會變成很好吃 假設就是…